在新北市醫師公會的號召下 新北基層診所防疫隊正式成軍 未來將投入資源發燒篩檢站的採檢任務 並協助居家民眾通訊診療 疏解新北市17家急救責任醫院的服務壓力 目前已有150位醫師響應 基於保國未民的責任 還有我們善盡所有 我們醫師應該要為國家奉獻的一個心力 所以我們堅持在我們的崗位上 我們這次照顧了150位防疫醫師 隨時stand by 等候市長還有局長的拆遣 為了向堅守崗位的基層診所致敬 包括三重縣設工董事長李乾隆 即保路開發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名牌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等多家企業團體 除了捐贈大批防疫物資也捐款215萬元 提供基層診所防疫隊使用 今天看到我們基層診所的醫生們 成立一個防疫隊來紀律部 要來支援我們急救責任醫院 甚至碰到未來萬一哪一天 有大規模感染的時候 可以及時上戰場 防疫作戰需要前線後方共同協力 才能得到最後的勝利 侯友宜感謝醫師公會 願意扛起責任守護民眾健康 也感謝各界的捐贈 他強調疫情還沒度過 大家要繼續備戰 絕不能掉以輕心 希望大家一起加油 記者倫宏採訪報導